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1年的6月22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县政府在各种形式的逼迫之下 极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 与中共直接或间接的开战 首先看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比较重要的事 这些事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灭共进程 会有什么影响 一,最重要的就是620 郭先生发的对全世界的警告 中共准备在下秋之际 在西方再次放出感染力更强的新病毒 当世界陷入病毒混乱之时 趁机打台湾 以战争状态转移世界对新释放病毒的注意力 同时拿这个做筹码 和西方谈判把病毒的事情抹了 另外全面部署在西方水源 封口等地的化学武器 中共还储备了粮食、战略物资、外汇 海军自杀式袭击和太空卫星也已准备好 同时用最高级别的安全手段 全面监控、威胁、必要的时候 甚至绑架西方国家在大陆和香港的公民 二是悉尼先驱晨报 在6月18日揭秘了前几日G7峰会上 澳洲总理莫里森如何用中共威胁澳洲的文件 成功说服与会各国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 澳洲不是G7成员国 澳洲是以受邀国的身份参加的G7峰会 在会上莫里森总理拿出了中共威胁澳洲的文件 这是澳洲把与中共的矛盾摆到了桌面上来谈 这表明澳洲与中共已无缓和的余地 三是在美国时间的6月13日和6月19日 郭先生两次提到 孙力军藏在澳洲和新西兰的卷宗材料 已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拿到 孙力军在澳洲、新西兰藏大量资产的同时 还藏了大量的共产党的犯罪证据 和内部政治斗争的证据 并且还包括武汉病毒的一些信息 藏在了墨尔本 还有新西兰她妹妹的家 还有她媳妇拥有的所有的房子里 四是亚利桑那州议会的选票审计 刚刚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审计 也就是人工机票 现在开始第二阶段审计 要主张地进行法医式的真实性审核 包括对地址和姓名进行上门调查 对可疑选票的纸张 游墨印刷方式和笔记进行技术鉴定 为了完成这项审计工作 中医会组织了一支人数高达千人的审计队伍 并进行了严格的分工 现在美国各争议中纷纷去亚利桑那取经 学习进行这种全方位审计的经验 用这种方式审计出来的结果 应该不会再有选举舞弊的争议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一清二楚 目前来说 第一阶段审计结果虽然未公布 但是从某些参与审计的人士那里 放出来的风声来看 人工机票的结果显示 在亚利桑那 拜登并没有那么多的选票 而是川普赢了亚利桑那 第二阶段核对签名 对地址和姓名进行上门调查的 法一式的真实选票审核 要在七月底八月初结束 有的人说 司法部介入大选舞弊 是拜登政府阻挠各争议州 选票审计的一种伎俩 暂且不提司法部 是不是听拜登政府的 司法部会不会寻思枉法 但要记住一点 在美国三圈分立的体制下 各州立法机构的审计 是高于司法部审计的 美国的总统权力 事实上是归属各州议会的 所以州议会宣布的审计结果 司法部是无权推翻的 若各州认为 2020的总统大选有舞弊 各州可以宣布 所在州的原选举无效 并公布新的结果 所以极可能各州审计结束时 拜登这个总统就会被宣布下台 所以把这四种情况放在一起看 拜登心知肚明 他自己是选举舞弊上台的 现在亚利桑大的结果 还有一两个月就要出来 其他各争议中也会跟进审计 拜登以及他背后的势力 费了那么大劲 才把拜登弄上来 难道各种审计结果出来 他们就会乖乖的下台吗 以拜登及其背后的势力来看 不太可能 但美国的宪法 以及三权分立的体系在那 各州议会的审计结果不容推翻 相信民主党在审计时会耍各种小动作 玩各种猫腻 但共和党以及正义力量也不是吃素的 肯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和措施 让各州审计合法合规的顺利进行下去 所以在周一会审计这 民主党在做手脚的可能性不大 各州审计结果出来时 拜登按照宪法和法律就要下台 为了不下台 那拜登会不会想别的方式不走呢 我认为拜登极有可能以发动 对中共的战争的形势成为战时总统 而保住他总统的位置 以及他背后一大票相关团体和个人的利益 严博士的三份病毒真相报告 尤其是逃到欧洲的那位将军科学家 提供的官方文件 以及各实验室做病毒的录像 以及证明了是中共制造的新冠病毒 现在澳洲新西兰政府又拿到了孙力军 藏在澳新的大量秘密和卷宗 其中就有新冠病毒的一些信息 更在佐证中共对全世界犯下了反人类罪 大屠杀罪 澳新政府一定会把孙力军一些重要的材料和卷宗 分享给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 所以美国把这些所有有关中共海外犯罪的证据 再加上情报部门在90天内 现在已不到90天拿出的病毒真相报告 美国及其盟友具有理由对中共开战了 再有620郭先生又对全世界发出了重大的警告 西方一定会对此进行核实调查的 郭先生在视频里说的只是简单的事实 对于中共真正的部署 郭先生一定会私下里交给各国政府 各国政府按照郭先生给的情报 再加上各国本身的情报力量 一定会调查核实出来 中共确实要再次释放新病毒 并且已经做好了侵台准备 和在各国水源地封口释放化学武器 跟随郭先生爆料四年下来的人都知道 郭先生说的每个情报最后都被证实是真的 更何况620向全世界发出那么大的警告 郭先生不可能拿自己的信誉开玩笑 最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核实了中共的部署是真的 那拜登就更有理由对中共开战了 以前美国不对中共开战 是因为对那些利益集团没有好处 他们还要和中共勾兑 以从中共那榨取更多的利益 现在拜登政府若不对中共开战 拜登就有可能下台 相关人等的利益就可能没有了 而开战的理由情报都是现成的 找中共算病毒的账保护盟友台湾就可以了 所以我认为在今年年底以前 美国会对中共动手或刺激中共对台湾动手 比如美国与台湾正式建交等 美国出兵保护台湾 拜登顺理成章成为战时总统 而赖在台上不走了 在美国时间的6月21日 郭先生开发了两个盖特小视频 在小视频当中郭先生主要讲了 现在世界的经济特别是中东 欧洲非洲 就连这样的地方物价都在悄悄的上涨 中国现在所有的原材料都在大幅上涨 现在全世界的物价是否能挺过 恶性通货膨胀 这一关大宗商品上上下下起伏 大量的钱涌向虚拟货币 说明财富和资本正在恐惧 都在外逃 与生活基础设施有关的股票 水粮食价格变动巨大 不明收购者增加 有些是中共 有些不是中共 阿西的粮食大豆 明年的期货价格大涨 说明世界对明年的形势都不看好 二 国内的房地产是否能崩盘 恒大这个标志性的公司 现已接近崩盘 恒大最终的崩盘 是导致中共房地产崩盘的 一个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 房地产撑不住 金融一定撑不住 三 民生银行上星期开会 说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了 但民生银行的利润在哪呢 那些储户的钱永远都不让他们拿走吗 在未来的12个月 中共的经济一定会崩盘 港币归零 人民币成名指 中共最值钱的就会是粮食 而不是房子 四 自昨天620郭先生直播后 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 组织 机构 纷纷地跟郭先生联系 要了解郭先生直播中所说的内容 郭先生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相信我们说的 但要去想办法了解 核实 做好预防 国内的战友要备些粮食和现金 远离大城市 最后再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一 6月20号 环球时报报道 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家亚裔店铺 发生袭击事件 一名黑人女子挑衅两名亚裔店员 其中一名亚裔男子掏出枪自卫 并用枪回击 两名亚裔店员最终将挑衅者制服 二 闫博士的老公帕尔拉 被塞令博士爆出 帕尔拉正被中共驻纽约领事馆控制 塞令博士说 只要中领馆继续保护和操纵 闫博士老公 塞令博士就会爆出中共在美国的网络 三 美国众议员瓦格纳 推动冻结中国在美的资产 瓦格纳在接受采访时说 CCP有系统的 有目的的 在误导 歪曲 篡改和掩盖 本可以阻止 全球大流行的重要信息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